今天我想来谈一下,为什么作为你女性主义者,我坚决反对女权师。 波福娃在第二信中提到,女性的处境大半取决于她所起的经济作用。 开篇名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获得经济独立是女性走向平等的基础。 不通过参与经济活动,而只依靠口号和行为艺术,则是无根之木,无法获得真正的平等与自由。 事实上,妇女经济父权,economic empowerment,其今仍被国际社会认为是促进妇女发展的关键。 在原始生产分工中,男士从事鱼猎活动,女性从事采集活动。 在于人类发展水平的低下,工具的缺乏,负责狩猎的男人只能通过寻找动物的死尸,或是捕杀小型动物,勉强度日。 相比之下,女性所从事的采集活动则收获稳定。 也就是说,在石器时代,女人的产量远高于男人,社会基本上是靠使前女人喂养的。 正是这种在社会经济生活中起的主导作用,才奠定了母系社会的基础。 然而随着人类的进步,更多的工具被创造出来,男性在生理上的先天优势得到充分发挥,逐步成为农耕社会的首要力量。 在此基础上,人类生存密度变大,战争频发,男性在战场上具有保护家人与世俗的能力,因此复习社会的基本形态由此确定。 而女性由于丧失了这些重要的经济基础,也逐渐丧失其权力。 当然,在复习社会进一步确立中,逐步发展出一套法律、道德与社会标准,将这些行为固定化、合理化,以巩固男性的权力地位。 这并不信心,任何一个族群在掌握了生产资料与权力之后,一定会通过各种方法加强这种权力上的优势,奴役其他族群。 最经典的例子便是近代欧洲人对殖民地人民的剥削,而在现代,其呈现形势都为资本家通过法律、游税、避税等各种方式,合理化对其他阶级人民的剥削。 因此,女性主义实现的根本途径在于通过奋斗建立一种新型的男女平等的经济关系, 而在此基础上,新的社会关系与文化也会因缘而生,而不是拒绝参与经济生产,通过谴责、口号等形式,妄图实现平等与自由。 那并不是获得充其量是别人的一种施舍。 女性主义的第一次浪潮发生在19世纪末,斗争的重点在于财产与政治权益的平等。 1870年至1914年,第二次工业革命发生,电力与机器的广泛应用,使得女性在胜利上的一些弱势获得改善。 甚至在一些轻工业领域,女性的生理优势获得发挥。 女性参与到生产建设中,她们的经济地位比以前获得了迅速的提升,于是女性主义的土壤就此产生。 女性开始追求政治上的权力平等,主要集中在公民权与选举权。 但这次运动也有其局限性,主要表现在将女性主义间化成男女都一样,男人能做到的事,女人也必须做到。 但这实际上忽略了男女之间存在的多层面的不同。 换句话说,这种以男性为中心的理论,最终只会使女性男性化,从而使女性被更深地禁锢于一个他们竭力想要改造与打破的权力架构之中。 60年代,女性主义迎来第二次浪潮,这次的重点在于女性解放与自由,她们号召同工同仇,同等教育机会,自由避孕,多胎等。 而这次浪潮的出现,同样是由于生产力进一步解放。 二战后,人类迎来第三次工业革命,原子能,航天,电子计算机等基础的应用,使得男女生理上的差异不再是大问题,而日理上男女并无差别。 由此,女性开始在各个领域大放光彩,追求平等的女性运动也就此展开。 这一阶段正是包容了男女的生理差异,重点关注基于女性自身的解放。 其范围也从第一阶段的政治平等扩展到经济、社会、家庭、两性等各个领域。 但这就带来另一种问题,那就是会进一步加深对性别的刻板印象,因为女性强调的自由还是在已有的男性框架下的自由,其参照物仍是男性。 而且,这次运动更多的局限于受过高等教育的白种中产女性,并未关注有色人种、少数族群与LGBT人群。 除此之外,一味强调性解放也带来男女之间的二元对立、家庭破裂、社会割裂。 但其母亲、闻填儿童、滥交与艾滋病等问题。 第三次浪潮开始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意识到了第二次女性运动的局限性后,这次运动对第二次浪潮深入挖掘。 并以此得出,平权运动的抗争不应该是二转结构、权力结构,即非黑即白、非男即女,用一种权力去倾断另一种权力等等。 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第三阶段的平权包含的范围更加广泛、更加包容。 而这次浪潮又被称为后现代女性主义,与多元化、开放性、尊重差异的理念, 为女性寻求更广泛的生存空间、区域性别化、强调各地差异、摸索新角色。 尽管这三次浪潮发生的时间顺序有限后,但它们并不是迭代发展的,更多的时候是三种态度并存的。 这也符合现代女性主义的诉求。 女性主义主张的是在各个领域的平等权力,它涵盖了上述阶段在政治、经济、社会、法律等方面的各种内容。 而且,社会的不断发展,使得女性主义在各个领域的诉求也在不断地更新,以便于是激进。 然而女性主义不是霸权,更不是特权。 女性权力不是通过鼓吹对立而获得的。 与此同时,权力与义务总是平等的。 享受权力的同时,也代表着所承担的经济社会义务的增加。 在女性主义的发展历程中,我们可以看出西方女性主义的发展是在积极大生产的背景下,女性广泛参与经济活动,在掌握了经济权力之后,寻求与男性全方面平等权力的自然产物,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典型。 而女性主义在中国则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发展轨迹。 中国的女权运动一开始是由男性倡导并和国家发展紧密相连,像西方国家那样由女性领导独立存在并收拾浩达的女权运动并没有在中国出现过。 这由中国当时的经济情况与中华民族的近代使命不可分。 19世纪末20世纪初,女性主义作为舶来品与其他西方先进思想一起进入中国,然而彼时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水深火热的境地。 因此,从一开始,女权运动就被纳入到了民族解放、国家崛起的大事业中。 而且,女性主义在中国最导使由男性知识分子提出和发起的,这是与其他国家女权主义都不同的地方。 民国时期,虽然在民族工业与轻工业发展的促进下,在北京、上海等城市,女性主义有所发展,但持续不断的军法混战,抗日战争与内战斗使得女性主义始终无法获得稳定与必要的发展环境。 女性在教育、就业、参政方面等权利获得,主要是在新中国建立之后。 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第一次会议,通过了其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其中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废除妇女的奉献制度。 在种植、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女子均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实行男女婚姻自由。 这宣告了男女法律地位上的平等,开创了中国妇女解放的新时代。 1954年颁布的第一部宪法,进一步规定了国家保护妇女的权利与律仪,实行男女同工同仇,培养与选拔妇女干部。 另外,我国的第一部法律便是1950年颁布的《婚姻法》,其中确立了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这是废除具有压迫性质的封建父权社会体系所迈出的关键性的第一部。 在计划经济时代,强调男女一样,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家喻户晓,女性作为重要的人力资源被纳入到国家生产与建设中,尤其是轻工业的发展,造就了超高的女性劳动就业力与女性经济独立,使得中国性别平等很快打开了新局面。 在农村,50年代农业集体化,改变了新中国成立前的农村财产关系。 传统的农业劳动是以互为单位家庭作业,一般是男主外、女主内。 当家庭作业变成集体生产之后,她就要求调动一切能够使用的劳动力,土地不分性别,分给了家庭中的每个成员,没有男女差别。 加上农业合作社上公分的计算,使得50年代末,中国女性在劳动力市场的参与度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和男性的差距也是历史上最小的。 所以,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村,经济独立对中国女性地位的提高起到了决定作用。 但也因此,自上而下的国家主导,使得女性平等地位无需再通过运动来争取,也使得如今天元女权者在不劳而获的同时,既不了解女性运动的基本内容与发展历程, 又不珍惜一出生就获得的一系列权利。 建国至今,国家与社会对女性权益的持续关注,使得女性地位在各个方面获得大幅提高。 下面,我将从女性的健康、教育、经济与政治参与等方面进行纵向或横向的对比,以便让大家有个直观的感受。 1.女性健康 2015年,妇女平均预期寿命为79.4岁,被新中国成立时提高了42.7岁, 也就是一半还要多。 孕妇保健水平提高,2018年,住院分娩率为99.9%。 2018年,孕产妇死亡率为0.0183%,对比建国初期为1.5%。 全国已婚育临妇女病院率一直保持在80%以上。 截至2018年底,农村妇女宫颈癌、乳腺癌检查已覆盖到全国所有的贫困线。 与此同时,女性的生育权益也得到了保障。 女职工法定带薪产假不断延长。 目前,女职工生育享受98天产假,其中产前可以休假15天。 男产的增加15天,生育多胞胎的每多生育一个婴儿增加产假15天。 除了纵向对比,我们还可以横向对比美国。 联邦法律并不规定带薪休假,全由各州与各企业自行决定。 目前规定带薪休假的只有50个州其中的8个。 联邦法律唯于要求的是所有的公共机关、公立与私立小学与中学, 以及拥有50人以上的公司提供12州的不带薪休假。 2.女性与教育 全国女性人口温盲率由新中国成立前的90%降至17年的7.3%。 义务教育阶段性别差距基本消除,女童进入学率达99.9%, 与男童完全相同。 小学与初中在校生中,女生比率也分别达到46.5%与46.4%。 自15年起,高中女生在校比重已超半数,也就是说超过了男生。 17年,普通高校本专科在校生,女生人数占总数也已经过半。 其中,女研究生占研究生总数的比率为48.4%。 3.女性与经济 18年,全国女性就业人数占全社会就业人员的比重为43.7%。 同期世界平均比率为34.5%,美国为44.5%。 17年,中央机关集系直属机构新路运的公务员中,女性比例高达52.4%。 地方新路无用,公务员中比例高达44%。 4.妇女参与决策与管理 18年,全国女人大和女政策委员比率为24.9%。 同期,美国女性在众务员中的比率为23.6%,参与员中占比25%。 18年,企业董事会中,女职工董事占比为39.9%。 企业监事会中,女监事占比为41.9%。 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建国以来,女性在中国的发展取得显著的成果。 但为什么我们在网上感受到的,却是中国女性生活在一片水深火热之中呢? 这就不得不提田园女权,又称女权室,台湾省城女权自助餐。 首先,什么是田园女权? 田园女权是中华田园女权的简称,指要求男女平等,却要求男性承担主要的责任。 以女权为借口,追求女性收益最大化的群体。 一句话概括就是单边利己的女权主义。 这毫无疑问与女性所追求的男女平权的目标背道而驰。 但为什么在中国会出现田园女权这种畸形的产物呢? 在讨论这些问题之前,我想先讲一个我身边的小故事。 有一天,我的一个女性朋友,美国人,物理博士,跟我抱怨说, 她觉得实验室中有一名中国男生的行为让她不太舒服。 我连忙问发生了什么,结果她说, 今天他们在一起做实验的时候, 这名中国男生主动帮她拿沉重的实验器械, 这让她觉得不太受尊重。 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 但是我听到的瞬间是吃惊的, 我连忙帮助解释说, 她完全是处理好意啊, 这是她的一种绅士的行为。 但是她的想法却是说, 同样是博士,我们有一样的资历, 为什么这名男生会觉得作为一名女生, 我不能独立做这件事情呢? 故事讲完了, 估计大家也能关注亏报, 大概看出田园女权 与虚方女权的主要差别了。 所以田园女权到底是怎样一群人? 一,田园女权是一群反对女性赋能, 拒绝自我奋斗, 活在王子公主的童话中 等待被救赎的任性巨婴。 我们之前就已经讨论过, 母系社会过渡到父系社会, 这一转变就是生产力转移造成的。 而女性运动与女性平权, 也是从工业革命与科技进步, 解放生产力开始的。 甚至是在被女权奉为圣经的第二性中, 波夫娃也明确点名了, 男人的极大幸运在于, 她不论是在成年还是在小时候, 必须踏上一条极为艰苦的道路, 不过这又是一条最可靠的道路。 女人的不幸则在于, 被几乎不可抗拒的诱惑包围着, 每一种事物都在诱使她容易走的路, 她不是被要求分发向上, 走自己的路, 而是听说只要滑下去就可以带到极乐的天堂。 当她发觉自己是被海市蜃楼愚弄时, 已经为时已晚, 她的力量在失败冒险中已被好尽。 可以看出, 女性的平等与自由从来都不是靠事实而得到的, 它是靠女性自身的艰苦奋斗争取得来的。 然而田园女权却拒绝走上偶像口中的一条艰苦但可靠的道路, 她们的本质是意图不劳而获, 她们希望男性靠劳动获取财富, 而女性只靠站在所谓的道德制高点上, 控制男性就可获取财富。 那这有可能吗?难道所有的男生都是傻子吗? 所以有时候真不知道是该为她们的涂样涂生破可笑还是可悲。 最终陷入被洗脑的女生越来越多, 女性参与经济生活的积极性越来越低, 女性平权欲走欲远的恶性循环之中。 而田园女权者是封建糟粕思想与西方的权力意识相结合的怪胎。 我们经常会发现田园女权者的思想非常错位, 一方面她们大谈西方,要求女性平等, 但另一方面她们又引进据点,要求男性请客吃饭。 一方面她们要求工作平等, 但另一方面她们又拒绝那些她们眼中有苦又累的活动。 一方面她们要求自由恋爱, 另一方面又要求男性买房出彩礼。 殊不知这些矛盾的现象正反映了她们思想上的混沌, 与内心弱化女性的态度。 因为不知女性主义平权的实质, 她们认为女臣就是追究特权, 却逃避义务与责任。 又因为深受封建思想的影响, 她们物化女性, 从心底里觉得男高女低, 所以才会通过婚姻、 生育作为筹码要挟男性, 以期在婚姻和社会上换取更多的利益。 但其实她们比普通女性更需要婚姻、 异性, 更不想自立, 渴望寄生生活。 她们想从封建传统与现代权利两头讨历, 却不知道所有命运亏赠的礼物, 早已在暗中标好价格, 权利与义务永远是对等的。 三, 田园女权是一群种族歧视者, 但她们与骄傲男孩等不同的是, 她们扩展了种族歧视的意义, 因为她们歧视的其实是自己的种族, 她们贬低仇视男性, 尤其是中国男性, 她们与国男、金针菇等侮辱性词语泛成中国男性的同时, 又对西方男性充满了不切实际的向往, 甚至是升职崇拜, 将自己变成行走的子宫。 这实在太恶臭了, 不想展开说, 想见下图吧。 她们不知道, 如果是推动真正的女性主义, 男性一定会敲锣打鼓的欢迎, 因为he for she, 真正的女性主义, 她意味着男性不再需要掩盖自己的情感, 而担心被别人说成不够男人, 她意味着男性可以倾注更多的精力, 时间陪伴家人与孩子, 而不用担心被说成不务正业, 她意味着男性不用再成为唯一, 或是最主要的家庭收入来源, 因为女权主义的实质在于平权, 而平权最根本的意义是平等的人权, 她意味着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 都不必局限于性别的刻板印象中, 她意味着男性不必再强装坚强, 女性也不需再故作柔弱, 她意味着不论男性还是女性, 都可以更加自由, 构加平等, 而且平权的意义远不止如此, 她超越了性别, 资产阶级等等, 因为不管是亿万富翁, 还是平民百姓, 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 谁又没曾遇到过歧视呢? 她可以是身高歧视, 学历歧视, 样貌歧视等等等等, 而平权的意义就在于改善歧视存在的环境, 穿建一个更加公平的机制, 与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 四,田园女权者是一群消费主义的奴隶, 消费主义不断制造出种种虚假的消费需求, 驱动人们通过商品消费来满足自我需求, 为了买而买。 在消费社会中, 生活中的一切都被误化成了消费品, 包括女性的身体与容貌, 正所谓无物不可以被消费。 因此, 与女性相关的消费话题, 在公共媒体上不断被生产, 复制与传播着。 如果你留心关卡过市面上各种形式, 针对女性的广告与营销, 你就会发现, 大多数贩卖的都是青春意识的焦虑, 与只有购买才能够成为独立新时代女性的论调。 在此基础上, 咪蒙等博主的宣传下, 女权主义渐渐变质, 被消费主义消解与绑架。 但仔细观察, 你就会发现, 依附消费主义的审美, 与男权时代的审美并无差别, 前者是资本家制定的美丽标准, 或者是男性制定的美丽标准。 然而, 大部分资本家就是男性, 所以田园女权倡导的消费女权, 最终指向的还是以男性为主义的审美标准。 女性当然又取悦自己的权利, 如今女性已经不需要为阅级正容, 但是女性们应该警惕的是, 这个美丽的标准是谁建立的? 是否是副品公司告诉女性, 无皱纹, 无雀斑才是无瑕? 是否是化妆品公司传递的, 涂上这只口红, 你就会气场全开, 升职加薪。 是否是轻奢公司营销的, 穿上这件衣服, 你就半只脚踏进了更高的阶层。 更何况, 很多田园女权, 现阳的还是, 如果一名男性不带情人节, 清空你的购物车, 他就是渣男。 不配得到女性这种荒谬的观点。 五, 田园女权者是一群境外颠覆, 港独, 台独势力的打手。 这并不是空穴来风,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出名昭著的 美国国家民主捐赠基金会 NED2020年 在中国境内的资金流向。 根据NED官方公开的资料, 他在香港、 新疆和西藏 各投资200多万, 120多万和100多万民主自由美金。 但这和 他在其他内地地区投资相比, 真是小屋见大屋了。 除了上述三地之外, NED还在内地其他地区 投了1000多万美金。 其中光女权运动这一项 便于90多万美金。 这也就说得通 为什么近年来 田园女权各种上传下跳, 炒作各种社会事件了。 另外, 多个田园女权者被挖出, 就是支持分裂足够活动的幕后黑手。 比如, 成都肖美丽及其朋友 在炒作了被男性泼游, 当然后被证实试水后, 被扒出在香港动乱期间 一系列支持港独的照片。 又比如称结婚生育的女性 为婚旅, 自己却结婚 有了两个孩子的微博大位 果子李七七七, 在成都领事馆关门之后, 就一夜消失, 放弃了自己 积累到十万家的粉丝。 又如, 朱军被诬告案中, 每次庭审都会出现 手持繁体子标语 刀场的支持者 与外媒的长桥短炮。 这些人在乎的 从来都不是女性的权益, 她们只在制造社会对立与矛盾, 引导舆论方向, 最终将矛头指向国家。 六, 田园女权者是一群 缺少逻辑思想 与辩证思维的 两极化者。 如果你曾经试图 与田园女权者讲道理, 却被气得七窍生烟, 别担心, 你并不是第一个。 一场辩论, 其双方一定要 明确自己的立场, 但有开放的心态。 然而对于田园女权者来说, 她们记不清楚 自己的要求, 也不想知道对方的观点, 全程处于 不听不听 王八年经的状态。 这样的辩论 没有任何意义, 因为在她们的精神世界里, 你不用开口就已经输了。 没错, RQ的精神胜利法 在这里屡试不爽。 对于她们来说, 争取女性的权利 就是要打倒男性。 这一论点 其实就注定了 田园女权们的运动失败, 又或许 她们根本不关心 女性运动是否会成功, 她们并有目的。 因为不管是推动 任何社会活动, 将所有的男性 放到对立面上, 从数据上来说, 你在开始之前 就失去了 在社会50% 甚至以上的人的支持。 因此我说, 如果她们的目的是 促进女性权益, 那这种操作 必定失败, 但是如果是别的目的, 那就说不定。 其, 最最令我伤心的一点是, 田园女权者 是一群并不关心 女性权益的 旁观者与嘲讽者。 田园女权者 多数来源于 一出生就拥有了 平等的教育权、 生育权、 健康权的中产女性。 她们站在 积极的制高点上, 不对底层女性的 生活困境 做任何帮助, 却对她们大喊 你要不婚不育。 她们在攻击他人时, 时常用 污入底层 弱势群体的词语, 如没文化、 没学历、 没能力工作的 底层村妇、 绩效毕业、 又丑又没钱的 底层男等等。 说了这么多, 那么推动 现代中国的女性主义, 我们到底 应该做些什么? 中国女性主义的 发展是否有不足? 当然有, 女性运动 任重道远, 但我们坚决反对 污名化女性主义, 而田园女权 作为中国女权的 寄生虫, 让原本的女权主义 变了味道。 她们挤占了 真正女权主义的 发生空间, 消耗了 本应该用在 真正平权的 社会资源, 造成了社会的 对立与撕裂, 伤害了支持 女性运动的 所有人, 不管是男性 还是女性。 所以, 田园女权 不代表我, 更代表不了 千千万万 在社会各方面, 在各自的岗位上, 为男女平权 与女性地位 默默奋斗的人。 所以, 我希望每个 支持性别平等的人 都可以站出来 反对田园女权 为女权。 我知道, 这在现在的 网络环境中 并不容易, 因为越是极端的声音, 喊得越大声。 她们挤占 与引导各种社会事件 控屏, 满热搜, 造成她们 才是真理的错觉。 因此, 只有撕开田园 女权的遮羞布, 将她们 获利己主义的本质 或其他 捕测的用心 充分暴露 在阳光之下, 女性主义 在中国 才不会被裹穴 与走偏。 现代 推动 中国女性主义的发展, 我们需要做的是 以平等的健康权, 提高富庸健康 与女性生殖健康, 提高女性性寿命, 普及避孕知识 与妇女疾病的早晒。 二, 平等的教育权, 提高女性受教育程度, 尤其是高等降雨, 增强底层妇女 法律意识 与伪权意识。 三, 平等的就业权, 马克思恩格斯的 妇女理论认为, 只要妇女 仍然被排除在 社会生产劳动之外, 而只限于 从事家庭私人劳动, 那么妇女的解放, 妇女同男子的平等, 现在与将来 都是不可能的。 妇女的解放 只有在妇女 可以大量的 社会规模的 参加生产, 而家务劳动 只占上她们 极少的功夫的时候 才有可能。 妇女解放的 第一个限制条件 就是一切妇女 重新回到 公共的劳动中去。 因此, 我们要致力于 消除职场上的 性别不公与歧视, 在农历同等的情况下, 男女职场上 平等的竞争权, 打破玻璃天花板, 扩展女性 进入领导层的渠道, 进一步保护 女性怀孕 与生育期间的 各种权益, 保证女性 不会因为 合理的产家 而打断 职业生涯的发展。 三, 建立公立幼儿园, 满舍养老机制, 减少家庭女性 所需要承担的 无仇劳动 与家务分配。 四, 财产的平等继承权, 包括婚后 娘家的财产与土地, 离婚后财产的分配 等等问题。 六, 在法律层面, 除了立法 保护女性的权益外, 还要关注 法律法规的 具体实施, 建立明确的 具体的执行机制, 将对女性权利的 保护落到实处。 有些言熟是吗? 没错, 这些就是建国以来 国家一直 推动的领域与工作。 另外, 在我制作视频期间, 国务院刚刚颁布了 《中国妇女发展纲要》 围绕健康、 教育、 经济、 参与决策和管理、 社会保障、 家庭建设、 环境、 法律等八个领域, 提出了75项主要目标 与93项策略措施, 更加全面地 保护妇女权益。 如果田园女权者 能去真正 读一读 这些举措的话, 我可能还是想多了。 继续 扬 stitch 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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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估 继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